这期Canva教程会展示给你15个你可能还不知道的Canva全新的功能 这些功能能够帮助你去更好地做出好看的设计 剪辑出精美的影片 提高你整体的效率 嗨我是Greyson 这频道只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云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串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 框线粗细边角融化 这是一个免费的功能 这功能能够对图片还有影片去加上边框 或者是让它们边角进行原化 比如说这里面我有张图片 我可以选择这个框线样式 然后你可以找到框线粗细这个功能 我可以给它加入一个粗细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给这张图片就加入边框了 它的数值是13 然后在左边你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外框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可以采用它的绿色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这图片就有一个深绿色的外框了 假如说我想给这影片去圆化它的四个角 我还是可以选择框线样式 在这里选择边角融化 比如说给它一个50的数值 你就可以看到我这部影片 它的边角就是圆形的了 然后也是一样可以给它加入一个外框 你可以看到我的影片就成外框了 然后也是能够修改它的颜色的 比如说加入绿色 只有一个绿色的边框 并且它的角是圆形的 然后图片也是一样 也可以加入边角融化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建成文字 如果你在Canva首页上面 你可以找到这个应用程式 像Canva在主要推荐这个新的功能 Type Gradient 也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建成文字的功能 如果在使用Canva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个巨型的横幅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搜索 也可以找到Type Gradient 就可以找到这个程式了 这工具能够非常方便的去帮助你 创建出建成的文字 你可以选择应用到现有的设计上面 或者是应用于新设计 我可以选择这个应用于新设计 然后底下你可以选择自定尺寸 比如说可以选择IG贴文的尺寸 这就打开了这个界面了 首先你需要输入就是你的文字信息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功能是暂时不支持中文的 只能够输入英文的信息 然后底下可以选择字体 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字体你可以选择 现在你可以选择排列格式 我现在这个文字它是一行的 我可以再加入第二行 这里就可以选择它的排列格式了 这是靠左对齐 然后你可以选择居中 或者是靠右对齐 这里面我选择靠左对齐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两行文字它中间的间隙 我可以把它稍微调高一些 大概是这种程度 接下来就可以调整它的渐变颜色了 它从蓝到紫的 我可以调整一下 比如说变成黄色 像你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颜色了 然后这里面调整一下 变成红色 然后中间变成一个这样的颜色 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间障效果 然后你可以调整它的方向 比如说这样子的间障方向 或者是这样子的间障方向 都是能够随意调节的 如果想要重新调整 就可以选择这个Reset Position 如果你决定使用这样的设计 你就可以选择Add to Design 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创建一个间障文字了 然后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这个功能也是能够让你去免费的使用的 下一个功能是元素整理功能 它是一个免费的功能 比如说这里面我这些元素不要杂乱 我想要整理一下 我可以全选这些元素 然后可以点击这个三个点标志 显示更多 这里面找到这个选项 平均分配间距 然后可以选择整理 就可以看到它就帮助我 整理好的这些杂乱的元素了 但这个功能也是能够使用快捷键的 还是一样全选这个元素 你可以按住Add 或者是苹果电脑上面的Option 然后按住Shift 再加上T 就可以看到它就帮助我整理好这些元素了 下一个工具是自定义文字图形 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功能 如果你是在首页上面 还是一样去找到应用程式 这里面搜索Type Craft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程式了 或者当你进入到了编辑区里面的时候 可以在左边找到应用程式选项 还是一样搜索Type Craft 也能够找到这个程式 这个功能也是一样暂时不支持中文的版本 所以你只能够输入英文的信息 这里面也是能够调整不同的字体的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调节文字的风格 这个是没有风格的 你也可以选择外轮廓的风格 或者是实色的字体再加上一层外轮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选择实色字体它的字体颜色 比如说我更改一个绿色 然后你可以调节外轮廓的粗细 这里下也是能够更改外轮廓它的颜色的 这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些点去来编辑文字了 比如说把这些中间拉高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弧度 其他这些点你都是能够调节的 如果想重新设置你就可以选择Reset 就变为最初始的状态了 如果你决定使用这个设计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Add Element to Design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文字图形了 我会根据这个形状去再做出一个另外的设计 比如说现在是这样的字体 然后选择一个新的颜色 例如说蓝色 它的弧度需要跟它相反 比如说往下拉 就变成这样的弧度了 然后选择Add 然后调节大小 这样就可以看到 我就快速的做出一个文字图形的设计了 下功能就是将颜色套用至页面 比如说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简报的图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颜色搭配 我就可以使用接下来展现给你的功能 去快速尝试一下不同的颜色搭配 我可以找到一张图片 比如说这样子的图片 先我把这张图片就交入到我的画面里面了 然后可以右击 最底下你可以看到将颜色套用至页面 就可以看到它就把这个图片的颜色 去套用至我这简报的页面上面了 然后可以再右击 再选择将颜色套用至页面 就可以看到又有不一样的颜色搭配了 所以这样就能够帮助你快速尝试出不同的颜色搭配效果 再会展示给你更多你还不知道的CAMERA全新功能 不过在之前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部影片点个赞 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 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Shade 这些款免费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制作出同一颜色 但是不同深度的颜色面板 还是一样去找到应用程式 我可以输入Shade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应用程式 你就可以看到它能够根据一个颜色去创建出不同深度的颜色效果 它的操作很简单 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就可以看到当我选择不一样颜色的时候 这底下的颜色面板就会相应的变化 你可以在这里面选择 或者是去输入颜色代码也是可以的 当我选择好一个颜色之后 我选择底下的Add Palette to Design 就可以看到我就创建出了一个颜色的面板 这个就会展示给你不同的颜色 然后它的颜色代码都会是有的 下一功能就是复制样式的功能 比如这里面左边是我参照的样式 我想要右边这些元素都变成左边这样的样式 比如说这个圆形 选择完之后可以选择这个复制样式 然后点击它一下就可以看到就变成相同的样式了 然后这文字也是一样的 选择这个复制样式 然后点击它一下就可以看到 它也变成了这样的形式了 图片也是一样 选择复制样式 再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也变成圆角的了 所以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方便 能够帮助你去快速的复制一个元素它的样式 下个功能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制作出一个专业的针尖角 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我想把它去快速变成一个专业的针尖角 我还是可以选择这个应用程式 然后输入Headshot Pro 选择这个程式 它能够帮助你把图片去变成这样子的针尖角的效果 然后选择开启 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你需要选择它的性别 我选择男性 然后选择这个Generate 就可以看到它就帮我生成一个这样子的人物了 暂时还不能够做到完全的一样 也会因为你上传的图片会有些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下一个功能就是模糊笔刷的功能 比如这里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如果说我想模糊里面的一些信息 我是可以在Canva里面快速的做到的 我选择这张图片 然后选择编辑照片 这里面选择模糊化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笔刷的类型 加入模糊效果 然后调整笔刷大小 这里面我可以模糊这部分的信息 就可以看到它就帮助我模糊了 然后你还可以调整它强度 然后再模糊一下这些信息 就可以看到就模糊这个信息了 我想移除你可以选择这个移除 然后涂抹一下 就又恢复到正常的形式了 下一个功能就是背景移除笔刷的功能 我们都知道Canva Pro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背景移除 但是其实它有个背景移除笔刷的功能 也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来我提到的这些功能 都是需要你选择到Canva Pro才能够使用的 如果你还没有Canva Pro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的获得Canva Pro的30天的免费试用 去尝试一下Canva Pro能够提供给你的所有功能 我需要选择这个图片 然后选择编辑照片 这里面选择背景移除工具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帮助我把这背景去除掉了 我可以再选择这个工具 我就进入到这笔刷的工具了 然后可以选择清除功能 调整笔刷大小 这个时候只留下这头部 把它的身体全部擦除掉 像我只留下这头部了 这样我就能够做出一个效果 去给它加入一个卡通的身体 我选择元素 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卡通身体 比如说这一个 这样我就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了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创意 接下来功能就是魔法展开功能 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了这张照片 它的尺寸是这样子的 但假如说我想把这张图片 去变成这样的横式的16比9的格式 我就可以使用Canva里面的魔法展开功能 我选择编辑照片 然后选择这个魔法展开 你选择需要选择尺寸 你可以选择完整页面 或者是1比1、16比9、9比16 这些都是可以的 今天我就选择完整页面 然后选择这个魔法展开 现在就可以看到Canva就帮助我生成了4种图像了 第一张图片是这样子 整体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然后第二张图片是这样子的 它把远处的景色去变为了程式 然后第三张图片是这样子的 它去除掉了海岸的部分 然后第四张图片是这样的 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所以大家可以使用这个魔法展开的功能 去把一张图片去换成另外一种格式 下一功能就是魔法橡皮擦的功能 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我想去除掉这两个人 我就可以使用Canva的魔法橡皮擦的功能 选择边境照片 然后选择这个魔法橡皮擦 选择这两个人 涂抹一下 然后Canva就在处理了 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两个人就消失了 我甚至说我可以把这两个人也去除掉 再涂抹一下 就可以发现门背后的两个人也消失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原本的图片和修改后的图片 还是保持了原本的真实性 下一个功能就是魔法抓取的功能 比如说这张图片里面 如果说我想更改一下这个人物的位置 我就能够使用Canva里面的魔法抓取功能 还是选择边境照片 然后可以选择魔法抓取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Canva就快速的去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元素 然后就可以挪动它了 比如说挪动到左边 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自然的 这个在你设计缩图的时候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选择一张图片去作为底图 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些元素想更改位置 就可以使用这个魔法抓取功能去更改它的位置 下一个功能就是抓取文字的功能 比如说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我想要抓取这里面的文字 我就可以使用抓取文字的功能 选择逼近照片 然后选择抓取文字 现在也可以看到Canva就帮助我去抓取了 这两个文字了 我可以挪动它 或者是对它进行修改 都是可以的 这样我就修改了它的文字了 又或者是说 我不想要任何的文字 我想把它删除 我可以直接删除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是一个快速的方法去帮助你修改图片 接下一个功能就是魔法切换的功能 它能快速的帮助你去更改内容的形式 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YouTube影片的说图 假如说我想把它变成IG贴文的形式 我就可以快速的去使用魔法切换的功能 我可以来到这上面去选择魔法切换 如果你近期有使用这个功能 有选择的尺寸 这里面就会展示 或者是你可以来到这边去选择社交媒体 这里面就会展示给你不同的社交媒体 它的内容格式 我可以选择这个 Instagram天文方形的1080x1080像素的格式 然后选择继续 然后你可以选择复制并且调整尺寸 又或者是调整这个设计本身的尺寸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帮助我去做出了这样的修改了 不能够做到非常的完美 但是你可以根据这个格式去进行修改 比如说把这个图片去放大 这个图片也进行放大 然后这个文字也放大 这样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已经做出了一个IG贴文的形式了 这个功能我认为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如果想学习到更多关于Canva的使用技巧还有方法 你可以看这部方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够这部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来解更多关于Canva的内容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